副總統賴清德先到慶安宮參拜 向舅舅國策顧問同仁請安 接著前往體育後援會成立會場 賴清德副總統說 他也是基隆隊的議員 他知道基隆的改變不易 只有蔡適應可以延續林又昌的政績 一棒接一棒 懇請鄉親11月26號支持蔡適應 延續基隆的光榮 先感謝我們趙總會長 跟提供各位好朋友 大家為蔡適應來興臨後援中夥 全心全力要支持蔡適應股票動算 我們會志願基隆基隆的市長 我們感謝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剛才聽林又昌市長 跟蔡適應未來市長提出 其實我很感動 我很感動 因為一個市長 特別是在競選市長的蔡適應 有辦法關心未來 我們經過基隆基發展的各種價位之外 還可以關心提供 關心我們基隆基市民的健康 哇這實在是非常非常好的 其實齁 其實齁 我們這個 體育就是國力 我一直都是這樣認為 阿嬤說 因為體育 不是可以帶給全民健康 讓年輕人追求網上 有很結出的表現是什麼 還可以增加我們國家的力量 所以體育 國中的外國的好朋友 我們在這輩子 在這一輩子 我們一定要專力支持蔡適應 讓他股票動算好不好 好 好 接棒基隆 強棒出席 代表我們今天 蔡適應的 我們一定拿下勝利 蔡適應 放勝 在11月26號 高票當選 接續基隆的進步跟改變 來關緊張 有 蔡適應 動勝 蔡適應 動勝 蔡適應 動勝 記者洪日升 基隆報道